大家好,我是Grace 新冠疫情在欧洲从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奥地利 一个叫多恩比恩的城市 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农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街上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从我家出发然后走到市区 大概25分钟左右 今年奥地利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 好多花已经开了 而且好多都是我这个广东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花 比如现在这个黄色的花 走到这里呢已经看到有人在路上了 就是骑自行车的还有走路的 然后我们也是看一下路边的花 还有有些人在院子里种了这个像这个玉兰花也是很漂亮 就是到处都是一片春天的景象 前面呢是一个施工的地方 我们看到那些工人都没有戴口罩 不知道那些老板是怎么想的 然后我们走到这里就看到了前面的雪山 上面有很多积雪还没涌化 我们两个人一个拿着GoPro 一个拿着相机 感觉好像狗仔队一样 我们经过一个学校 里面也是已经关门了 没有人上课 也没有人在里面工作 一路走过来人真的比以前少了很多 我觉得大家都有认真地待在家里吧 偶尔看到漂亮的房子 我们也会停下来拍一个 然后我们继续再往前走 大家来看看这个土豪的房子 应该是我们村里最大的一个房子之一了 还有这个像金字塔一样的 现在准备去市区的那个游泳馆 我听我朋友说那边有很好看的樱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村里最大的一家花店 我们当时婚礼买的花就是在这里买的 花了好多好多钱 我的心都流血了 一般来说我不提倡在国外这样子直接拍房子 因为其实是很不礼貌的 国外也是比较注重女子 但是我今天胆子特别大 看着我老公的背影好像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终于来到游泳馆了 里面也是关门了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这边游泳过 墙上有很多图片介绍这个游泳馆的发展历史 没想到我第一次来居然是来这里看樱花的 真的超级无敌好看 我已经十年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樱花了 因为我上一次看还是十年前在北海道的时候 因为太好看了 所以我把它弄了一个另外一个video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就是从那个游泳馆出来就往市区的方向走 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 那么我看到很多商店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政府也规定所有的餐厅都不能开 唯一能营业的只有是那个药店跟那个超市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戴口罩 所以我们也想快点回去 就是避免看到更多的人 也不会特意去往人多的地方走 现在街上的车辆也是比平常工作日的那个车辆要少很多 但是那个公交车那些都是正常运行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里面的乘客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政府这边也是提倡大家在家里办公 就是有条件的那种 但是这次疫情其实对服务行业的影响很大 很多在餐厅啊或者旅游业工作的人 很多现在基本上都是失业的那个状态 包括像我这种本来要去找工作的 就是还没找到工作就是已经失业 所以只能在家里待着 现在呢我们是已经来到了市政府这边 那么人呢就比其他地方明显是多了很多 但是还是比正常的日子要少 那街上也是没有看到一个人是戴口罩的 但是因为人比较少所以的话大家还是会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这就是国外人少的好处吧 去年这个村的人口终于突破了五万大关 对他们来说是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最后我们发现原来这家小卖店的老板也叫Krona 真的太巧了吧 解简单了 解简单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